来看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 美国总统拜登在审慎考虑对华关税问题 佩洛西近期访台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拜登尚未就此做出决策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也就是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应当真正认清佩洛西窜台的恶劣性质 不要指望中方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 美方单边加征关税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中国不利于世界 尽早取消关税有利于美国 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 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美方是主动挑衅者和危机制造者 美方应当真正认清佩洛西窜台的恶劣性质 深刻反思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 立即纠正错误 美方不要指望中方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而应当老老实实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上来 市民丐总不利于政府 5%加热 3%加热 6%下垂 呈不ες 4%